公主回娘家看望病重的母亲 不料她胳膊上的瘀青去让皇太后起了疑 虽然她极力的掩饰被驸马欺负了的真相 可她又怎能骗得过生她养她的母亲 气急的皇太后就想把驸马叫过来为她女儿出气 叫她进来 母后 叫她进来 母后 你别这样 母后 难道 她会跟你回来 母后 看着女儿委屈的直流眼泪 皇太后后悔万分 她的平阳公主可是在新婚不久啊 而且嫁的还是路途遥远的乳因 这么远的路竟然就让平阳一个人回来 这乳因侯夏侯坡简直就不是东西 气得皇太后差点一口气没接上来直接归西了 自打曹氏并死平阳成了寡妇之后 她就一直为平阳的婚事操心 没想到千挑万选的夏侯坡 竟是个这么的不靠谱的 一想到她的女儿平阳在遥远的乳因受了那么多的苦 她就回不当初 母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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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该把你家的能和人 你这 太远 太远 可怜的皇太后这口气终究是没能接上来 她就这么带着无尽的悔恨离开了人世 本就受过委屈的平阳又承受着丧亲之痛 她的命实在是太苦了